百叶经 无丧甚生 微妙法 百经万解 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奏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愿请如来真实道 愿证如来真实定 五十三 契庆者 据宿命通 断打乱经 毕时 佛在舍卫城 有一位商主 财富圆满 如多文天职 举机后 共享着天伦之乐 不久 一个最后有者来投胎 他的妻子怀孕了 夫妇阿恩也已经常供养自己最有信心的阿努利尊哲 此时 阿努利尊哲 观之施主妻子的差儿 是个最后有者 为监听他们的事愿 便独自脱坡 去他们家化缘 他们很远就见尊哲 缓步走来 便立刻起身恭迎 见尊哲 独自而来 不急地问 尊哲 为何不带四者 尊哲 说 现在我找不到合适的人 你能帮忙吗 诗主说 曾者 我的妻子已怀孕 若以后生个男孩 那就花金 送给你做四者 可以吗 阿努利尊哲 心里非常高兴 对诗主说 可以 大正式说话 誓言必经 行必果的 你以后不会为诺吧 这样商定了 阿努利尊哲 在诗主将受贡 做法后返回了 诗主的妻子怀孕后 由于解不同的是 总愿意去寄近的地方读处 不愿意与任何人群居 诗主写的妻子 可能是招摩了 便去找向世观察 向世观察后 告诉他 不是其他的原因 而是因为 他而是个了不起的最后有者 使他的行为一如重前 诗主就在这才放心 九月怀他后 诗主的妻子 生下一个十分端章的 十分端章的男孩 深色金黄 头余宝伞 鼻颈妙高 手臂修长 等等妙下 夫妇为婴儿举行了龙正的赞生仪式 为他取名时 婴魔精怀他后 喜乐静处 故取名气静者 他们用牛奶 酸奶 牛饼等喂养 护育者 寂静者 小寂静者 如海连般 迅速地成长 他从小就有一支素式的神通 因此 他惜之刺激往昔 因散漫的过患而多生轮回 遭受极大痛苦 一看到散漫的环境 一想到散漫的过患 他就一探挪也不愿意在散漫的环境中待 更不愿意与那些世俗的人相处 只愿去寂静的地方 所以 他经常远离散乱 阻置去寂静的地方修行 此时 阿玛丽尊者 见调化寂静者的机缘成熟了 便又去施主家说 打施主 你的孩子在娘胎里已经打印给我了 现在 我准备接他 施主很高兴 就把孩子叫到尊者前 交付道 孩子 在你未出生之前 父亲已把你给了尊者当侍者 你 这就学尊者去 好好的成事尊者 替静者高兴地应群下来 对父亲说 多谢父亲如此地安排 我非常乐意贼宠尊者 这样 阿玛丽尊者就把他带回金堂 给他 替斗 全受戒法 全戒 受戒传法 他自己亲近骄耻 灭尽了三戒轮回的烦恼 扩正了鲁汉国位 在他的境界中 黄金和纽粪等同 手掌和虚空无别 朱天赞叹他的功德 正罗汉国后 他仍然喜欢到寂静的生灵里生活 不愿与恩恨结束 后来 朱比丘请问 世尊 这位寂静者已何因人 生在富裕之家 对如来生欢喜经 然后出家 获赠阿罗汉国 又已何因人 他远离一切散乱 地号地境处 起情为无等伸缩 世尊 告读 世尊 告读比丘 他俱身 能 亦促世 披之傻乱等 过患 故愿往处与寂静处 更主要的是 在显介恩兽 两万世史 恩前导师 如来 正等于 加瑟佛 佛 修世 在佛教法下 真正中 有一笔教 子世远 他的生活 非常散乱 犯了境界 对真正的财产 交叉的功德款 十方真正的财产 不但自己 随意享用 传随便宋人 以此果报 他以五百世中 卷身恶鬼 一想到 这些痛苦 就很想去寄进处 酷止至死的根本 在临死时 他又发愿 将来在我的教法下 获证罗汉果位 故此 今生卷身 富裕之将 并在我的教法下出将 获证罗汉果位 请提示佛 继续慈悲 开示 阿弥陀佛 白夜经读毙 请师父听 好 阿弥陀佛 大家 也都看过了 我们这一篇都写过了 那大家认为 当然来他是圣者 罗汉 我们不好评论的是吧 但是我们也要评论 评论的 这样对我们有益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评论一下 大家认为啊 他这样 好不好 他最初这样发愿好不好 有没有什么缺憾感 大家可以帮迷路呢 假如说是你 你会怎么样发愿呢 假如说是你 你又会怎么样发愿呢 这里面很有意思啊 到过去大家 夜如来 夏 就已经出家了 但是呢 非常散乱 而且呢 又发了一些个规则 戒律 对生重的财产呢 修塔的钱呢 很释放生重的钱呢 他自己也随意详用 还随便送人 这样五百世转生恶鬼界 他想到这些痛苦啊 就很想去寂静处 来获持自己的根门 再不散乱了 后来发愿呢 在斯嘉如来教法下 查罗汉 那大家仔细想一想 他发的这些个愿有没有 不太合适的地方呢 有没有不太合适的地方呢 假如说要是你 你应该如何发愿呢 我们也仔细地想一想 看看他现在 他已经成了圣者罗汉了 但是他还是愿意 安住在寂静的无人处 还是安住在寂静的无人处 当然了 他独善其身 也不畏过 但是茫茫的云阴众生 要是所有的圣者都是这样的 那茫茫的云阴众生该怎么办呢 好 吴眠说 说愿一切众生啊 都得自主精进身 专念勤修大乘志行 愿一切众生啊 都得离我慢 共高清静身 智常安住 无所动乱 愿一切众生 都能得坚固行身 成为大乘一切志业 愿一切众生 都能生佛家 永利世间的一切生死 当然了 像你们都已经学过《华严经》了 那都是菩萨境界 但是当时的圣者罗汉是远远没有达到菩萨的境界 他更没有菩萨的发心呢 好 换主说 如果是我啊 就发远离散乱 智慧光明实施现前的愿力 那智慧光明实施现前干什么呢 这还有点偏向小乘 独善其身呢 记住 我们为了一切众生 要远离散乱 我们为一切众生 要智慧光明实施现前 那么我们实施现前以后 我们要去为众生啊 为众生做点事啊 好 金刚说 说发愿成阿罗汉 这是最适合 最快的了 发愿成佛 首先要先寂静自己 再寂静众生了 那不好吗 那你看他已经成了圣者阿罗汉了 这个时候他要是离开寂静 渗入到云云众生之中 去利益众生那多好了 但是他只有这个因 他没有种那个因 所以说他不结那个果 他只结这一种果 好 换主角的说 为令众生远离散乱 智慧光明实施现前 而发普金去无上佛道 哎 非常圆满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提醒大家 我们学这些个因果经典 不要忘了 他们最初的发心呢 都有好多 都是独善其身 这种状态 于大臣 我们现在学的这些个 还不是十分相应 但是呢 他们有一点可以为我们作证 就是因果不息 当时种的是什么因 最终一定会结什么果 但是呢 他们都没有发起来 这种大臣的心 没有种下这个因 当时只种下来的是阿罗汉因 当然只能结阿罗汉果 不可能结无上菩提的果了 好 接下来 有人说说 我发愿 愿一切众生啊 都有利他人之心 哎 哎 这就对了 这就是菩萨精神 菩萨精神就是以众生为主的 如果没有众生 他就也不可能成无上福道了 好 看样子这一篇呢 大家已经过关了 都已经过关了 我们再往下来学一篇吧 好不好 看看下一篇我们该学什么了呢 好 林光说 说师父 还是要回心向大 入世界 为了更好的出世 出世也是为了 为了愿一切众生同称佛道 哎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提 今天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看一看 当时他还有什么缺憾之处 按理来讲 我们不应该评论阿罗汉 他毕竟是圣者 但是呢 我们为了我们自己成就 我们去评论他呢 这也是圣者对我们的一种 鞭撤吧 好 问我是谁 他说 他说师父 一个人 不爱整洁 东西乱放 是否代表着一个人散乱呢 你把散乱用在这儿了 那 我认为啊 恰恰相反 一个人呢 爱整洁 把东西排得好好的 那就叫散乱 你看一会儿去排书 一会儿去排笔 一会儿又排地 一会儿又排天 你看这不够散乱的吗 那记住 所谓一个人的散乱 关键就是心 心能一心不乱 心不乱跑 那就叫不散乱 那他接下来说 说弟子有时觉得 把他搞得很整齐 很有戏 心情都会舒畅 那你一散乱相应了 当然会舒畅 但是一圣者不相应 你求圣位这块 你就舒畅不了了 好的 接下来说 说师父如果 那师父如果一个人不讲 就这些让世人瞧不起 一个世人的风范都做不到 那记住了 我们现在要做好的是什么 特别是一样女人会骂 我们他骂他 他骂你还帮你转换业力了 还成就你无上道业了 那记住我们子生军事 重点是什么 是力求能做一点事一点 就什么也做不到 不要紧我们发验重阴就好了 但是呢 一旦你这个阴有了 展来你就会自然能做到 至于说你记住啊 不要管那么多闲事 重生戒 它就是要造业的 我以前说要你们把家道物好 是顾及众生的善根而已 那是顾及众生的善根而已 那记住 如果你现在有能力 有条件去做 那真正的美德 是你自身无烦恼 就是没有失货烦恼 没有贱或烦恼 没有贱私或的烦恼 你才能真正的 对一个无傻乱的人 真正无傻乱的人 才能真正的去做好一切事 你一个傻乱的人 你能把什么事能做好呢 你说什么事能做到最究竟 做到最好呢 我们想一想 爱因斯坦为这个世界 创造了多少贡献呢 那么呢 他从生活表面线下来看 是比较散乱的 你们认为 那是没有美德的 但是他的世界 整个一百年之内 公认第一的 比那些把家里事做得多好的 人强多了 所以说呢 关键就是我们还在散乱状态 一旦达到不散乱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成就的 成就了以后 一样可以为一切众生 做好一切事的 那就对了 如果做家务的时候 你运用在修行状态当中 那是一件好事 你做家务的时候 正好运用的一种修行状态 那是一件好事 那就互不妨碍了 那个就不能叫散乱 那个就不能叫散乱 如果说你只顾忌 人事居然的事 那全是散乱 离开佛安法的刹那 那就是散乱了 好 可疼法师也来了 好 那在此 介意网络先顶礼了 好 没头发 今天的话 差不多快八点钟了 我们就 学这一篇嘛 因为后面又是两个单独的 放在一起的录屏 录那个PPT 好吗 老师 好的 是 那关于这一点的话呢 今天学习的和主持人学习的 我自己有一点点感触 和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哪里有不妥的支出 也提醒 诸位大的疼修 帮我修正一下 就是关于这一篇的话 就是他说这个小的时候 那个激进子小的时候就有神通 他就能看到自己过去散乱的那种过患 就不愿意在散乱之中生活 不在那个环境里面待 那我就想了 因为我 我之前也是很羡慕的 有神通啊 从小就有神通 那就能看到很多嘛 那我就在想了 如果要是我要有神通 我要烦恼 要没消除的话 那更麻烦 因为就像之前师傅也提到一点 就是说有神通呢 你就追着神通 看这个看那个去了 看这个书士 那一直在追 那我就在把我自己放到这个 在这个境界里面 我就在想我自己 如果要是我要有神通的话 我可能也是看 咦 这这这我过去 我给谁谁有什么缘分呢 哎呀 这个人是怎样子的 过去怎么对待我 我可能就会追着像 这一年是戏剧一样的 就追着这些去跑了 那就根本就没办法说 是能静下来呀 去修行干啥的 所以如果是烦恼没有消除 那这种智慧没有建立好了 稳固的情况之下 实际上有神通 不一定说完全是一件好事情 就像现在有很多神通嘛 我不知道像那些神通 他如果烦恼没有 没有烦恼还没有消除的话 他这个神通这种名声啊 这种各方面的 带给他的一个利益 他会不会对他也是一种危害 因为有时候也看到那些报道 就是说那些神通过后 几年之后就出现这种 种种的衰败的这种现状 实际上如果是我是神通的话 那我可能就是哎呀那那那都不得了了 那能慢些就不知道养成啥样子了 那自己都变成啥样的话呢 真的是都很难想象的 所以说我都觉得在我自己烦恼 没消除的时候真的是老老实实的 就是说福报啊的各方面啊 那权务啊各方面的没有实际上是最保险的一点 如果真的有智慧有能力的时候呢 的话能够有把这些用到利益众生上呢 就是更好的一件事 如果要是真的没这份能力的时候 真的是会借助这些东西 会继续的加大的培养自己的烦恼 那就更可怜的了 这是我提悟的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说他那个 就是 我看一下那个我记得是什么 就是那个散乱的那种状态 实际上来说呢 我我真的很惭愧 我实际上是极其散乱的人 在我还以前我还不觉得散乱是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散乱 就像我在做这些事情 马上脑袋想了其他的事情 就马上放下手里面的事情 又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以前的话我都会还会觉得很好 哎呀我想了我马上去做了 就感觉就自己还认为这样子做的做法很好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我是在培养伞 就包括现在 我一直实际上也还是在培养伞了 就是说我一边听话 我实际上手里经常行做别的事情 就是没有专注去做当下应该要做好的一些事情 要听话就专心听话 就是有专心听我都是这边耳朵听的 然后我手里实际上都是在经常做别的事情 所以就没有修一个专注的这种 一心不乱的这种 而且我现在我也感觉 我就是现在拜佛的时候 这边拜的念的佛 不是跟着在拜 但是呢脑袋里面就 马上就那个千层隐私就冒出了 我就不知不觉的就追着跑了 等拜的时候 拜那个几净活拜的差不多 哎呀我想着我在拜哪个准活 实际上我自己有些时候 还真的是不知道在拜哪准活了 所以真的是我很惭愧 我这种散乱 不但是我的那种 这种修行上面的散乱 学习上的世界 我生活也是很散乱的 我就我自己也不是那种情怀人 就家里也是搞的 就是不是那种整洁的那种 所以又懒惰又散乱 真的是很惭愧忏悔这种 哎呀 恶业习气烦恼习气 也愿我能够 叔叔的养成不散乱 一心专注的做好 每一件事 学习啊 做事啊 修行都能够一心专注的 去做好它 还有那个 就是像这里面的 就是那一个同修啊 师傅在讲的散乱 实际上他 可能按他自己的思维 他就觉得不认同师傅 讲了实际上师傅已经讲清楚了 但是他没有理解清楚 就一直在推翻师傅的这种说法 在这一块的话 我也常常在不理解他人的时候 就好推翻他人 就认为自己想了 认为自己做的就是正确 就一直推翻推翻的 实际上是自己 还是在那种污名状态 根本就不了解别人的真实的意思 所以我也在这块忏悔 我之前也曾多次造过推翻 散知识的这种恶与恶行 这是今天学习这几点 然后呢 就是昨天的话 学习的内容的话 我就想到我的私立 真的是哎呀 跟那些 有一个私立 就跟那个狐狸啊 那个乌龟不是劝那个狐狸 说呢 有那个血蛙让他去吃嘛 他去骗他嘛 但是呢 那个狐狸呢 就听了之后呢 哎呀 就就去吃那个血蛙 但是呢 那个他另外一次 狐狸还劝他不要去 有有那个委员 我就想到我的一个 哎呀 很恶劣的一个私立 就是什么东西 就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 给别人就参加一个课程的 有个同学比我小一点 那一个男孩子的关系 就在上课时间 相处得很好 但是呢 他因为刚也来 那个地方也没多久 他也没有工作嘛 这个课程上完之后呢 他就还没找到工作 他就问我借钱 那当时就 就想了哎呀 都是同学嘛 就是那也能理解 他现在还没找到工作 手里没钱 不容易就借给他 当时他说借几百 就借几百 后来呢 他就 再过一段时间 他就借几千 那当时 哎呀 他在这过程中 他挺 那个很 想当他还挺聪明的 而且他那个 花言巧语这块 确实很厉害 我呢也是 当时也是被忽悠的 哎呀 晕晕乎乎的 觉得他很了不起 将来也确实是 很有前途的 当时那个老师 那些导师对他 也是比较看重 想培养他 做导师那种 我都觉得他的前途 还是挺那个 所以也愿意帮他嘛 但是最后 那个老师知道 我要 我要借钱给这个男孩子 就劝我 不要给他 说这个男孩子 有一点 不太正的那种 但是我又想了 这个男孩子怎么 在接受过程 我觉得挺好的呀 怎么怎么的 就按我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 哎呀 这肯定是 没什么问题的啦 都也 也想到自己的 一些利益 觉得哎呀 我要帮助他 他将来能够 好的时候 还能 说不定 还很感激 我在困难的时候 帮助他 就因为自己也贪心嘛 所以就不听 那个老师的劝 就借给他 几千块钱 当时我在办公室 做办公室的工作 一个月才几百块钱 很老早的了 但是这几千块钱 那个数字还是蛮大的 我就没有听老师的话 就借给他了 最后借给他 那个没多久 那个小男孩 他就走了 回去了 这个钱也 也就不还了 哎呀 那个几千块钱 我也心疼啊 但是呢 就追着他 家里给他要钱 就是电话联系嘛 但是他就 一直是推一说 我当时看了 那个钱要的 没忘了 哎呀 那就生气嘛 甚至就发恶心 说让他把这个钱 拿去买药吃啊 之类的 就就揍他 这样子的话 所以真的是很忏悔忏悔 自己因为不听话 然后呢 就又造了深重的恶意 所以这一个 感觉自己真的是太刚强难化了 然后师父也说了 这个经文里面的 这个新来的比丘 他受的是等流果 生生世世的等流果报嘛 实际上来说呢 我我就 之前我是不知道 那个过去生造的是什么 但是我就知道 我这一生 我造了很多等流果的 过报 就比如说 呃 我们的顾问的时候 他就说 哎呀 你出家吧 出家了 怎么怎么的 出家 也好修行嘛 之类的 那我就想 哎呀 出家好修行的好嘛 也 我就答应了嘛 答应了之后呢 他就给我 实际上 师父一应 当时就说 哎呀 你出家的时候 你去哪 哪个寺院里面 那个寺院挺好的 你到时候 你去那个寺院去 去住持 但是我就 虽然实际上 就师父一应 给我找好了 也都说好了 但是呢 后来呢 我就给家人说的时候呢 家人肯定就是 哎呀 就是一顿乱风的那种 那我 我呢 当时实际上 我是出家的心 我根本就不坚定 哎呀 我也想了七七他 七七八八六 想了很多一堆 最后呢 这出家的事情 在我脑海里面 就慢慢的淡化了 但是我又没有 没有跟师 没有跟那个 师父说嘛 遇到问题 我也没跟他说 所以 当时 那有 那当时是 静师父他们 几个人一起出家的嘛 如果要是说 我当时之前呢 要出家的话 可能也会跟他们 一起的那一次 但是我就 把那一次就 错过了 错过了之后 他们都出家了嘛 最后 呃 实际上 师父问我这句话的时候 是 后来我才知道 实际上 他是在让我 借助他的问答 是要忏悔我 这种欺狂欺骗的业 但是呢 我就没有反应过了 我当时是觉得 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没有忏悔 没有当众忏悔 这个业 所以我也 欺骗 上次是这个业 我也找 而且师父让我 背经啊 背拿不经啊 干啥呢 实际上 我当时都是硬成了 硬成了 但是后来都没有做 甚至都 甚至做 做了 做一点 但是没有 完完全全做到 甚至 我有时候 根本就没有去做 包括会长 让我去干啥呢 我也是答应了 答应了之后就没有 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我这个 在福田处 就在知识处 这里造了很多恶言 而且来说呢 就是 我合伙着就 我现在的老公 骗我爸妈退分的那个 哎呀 那种欺骗呢 真的是大心力的欺骗 想方设法的欺骗 就达到自己的目的嘛 所以搞得 我 我肯定是 就是说 就像现在我小孩子 我跟他说了啥东西 他答应了 答应了之后 就是不了了之的 实际上我就在 现在就在承受这种果报 就像早上 我一叫他 好好我起床起床 等我在这下面 我整完了 饭都要吃过了 他还在床上窝着呢 那我 我面对这种境界的时候 我是 就是没反应过来 就是这一切都是我的 那种果报 但是呢我就被这种现象就迷惑 我就觉得 哎呀 这孩子就是 就是 富有我的怎么着 我就会 恼火了嘛 就会随着这种感觉 又在昭夜 所以真的是很常规这种 智慧力真的是 太 太弱了 根本就没有想到 一切都是自己的果报 而且我 以前我也不知道 打望雨啊 有什么果报 也没学习佛法嘛 就 就随便的 你看就在工作之中啊 那 骗客户啊 骗这些 就是说我 本来就没文凭嘛 就 才读了小学 也没有 但是我考了 上班的时候 我考了会计证 我有 可以 拿会计证 可以做财务嘛 但是我又没有 那个文凭嘛 我就 这整个假文凭 然后拿个会计证 就 富有别人 富有那些 招聘的人嘛 说自己什么 什么中专毕业 实际上 哎呀 哪中专的 小学的 小学的还 还没份个毕业证的那种 但是呢 我就是这样 忽悠忽悠 我都觉得忽悠完了之后 我达到目的就好了 但是我不知道 我忽悠别人 欺骗别人 最终的结果是 真的是 很可怜的 但是呢 夜照了太多了 但是现在的话 真的是 这种习气啊 还时不时的就 延续出来 就冒出来 所以我真的很常会 常会这种欺骗 妄语的 心中恶意 恶行 还有 我又想到 刚才那个 就是刚才那一篇 还有呢 就是说 发愿成那个 阿罗汉 果的那种 我就在想 我实际上 我第一次 遇到师父 我实际上 我是不懂佛 我没有学过佛法 但是我就会 说的那一句 我说 哎呀 我学佛法 我不管 别人想成 我是别人的事情 我是自管好 我做好我自己就行了 实际上 我当时我就不知道 我这个就是在发愿 成阿罗汉国 我自管好我自己 我不管 别人 我谁想成活 谁成活 反正我不想成活 我就在 我就是搞好 我自己就行了 我就在发愿 成就我自己的 阿罗汉国 就是自管自己的 所以 我也很常规 常规之中 只管自己 就是说 修行成就就好了 不管别人的这种 我也愿死掉 这种恶事愿 恶愿 能够像如实如佛 一样的 就是 经济修行成就 一切功德能力 就去 注射 注射世界 利益 一切众生 今天这就是 我学习的 这些感触 好 谢谢 我放卖 好的 谢谢 清灯师兄您的 体悟 还有感悟 那 还有其他的 大的师兄们 拿卖吗 今天我们 曾乌师傅在这里 曾乌师傅您 要不要说两句 就给大家开示一下 很惭愧 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跟大家都 切勿的 很透彻 随习赞 大家有没有 想说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好 好 谢谢 好 有请小军师兄 好 感恩 王老师 感恩您播放录音 滋养我们 也赞叹 尊贵的师父 尊贵的顾问 尊贵的 尊物师父 你们依佛法 行持 随喜 你们出家 修行 利益我们 赞叹你们 的功德 我 我说一下 那个 就是 以前我在 广州 住的时候 嗯 当时住在那里 我并没有想过要办什么赞助证 是 我来到北海以后 就是 听到先生的朋友说 我来北海住了 如果在广州那里呢 办赞助证的话 这个 这个 围棋多少年以后 我的户口就会成为广州市的户口 因为我们 我们很早就把户口 搬到北海来了 是因为为了让儿子 入户口嘛 就和他一起 办来这边的 嗯 我的问题很多啊 惭愧 惭愧 像欺骗的 这个 比如说 我不在广州住 但是就是 办一个赞助证 嗯 然后就想 依这种方式将来成为广州户口 嗯 这个细节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自己也 呃 有心想去欺骗别人 然后呢 但我又觉得后面学佛法了 去欺骗就 有一点点惭愧心吧 于是就是在填写 因为办赞助证 他要填写表格嘛 表格那里有一个文凭那个栏目啊 呃 我就填写小学文凭嘛 我的的确确就是小学文凭 然后我先生的朋友就 盯着我看 因为他是居委会的 那个 女 女同志 他一看我 就是 眼神就 不太相信嘛 你怎么是小学文化 呃 我们领导怎么会找个小学的 我 他当着那个办公室的那么多人 在那里他用眼神神示我 我 我说是小学 然后他说 嗯 填大学吧 还是填 填高中还是初中的 然后他就建议 哦 我听了他的建议就就去改了 就是他认为我填小学呢 呃 一个是有失我先生的那个面子嘛 然后他也觉得自己很不太好 呃 那我一听 我也也就很容易接受这些观念 所以我呢就把自己的那个文凭那一块就填 小学 小学 有小学就填成了 和高中或者是 大学了 很惭愧 这个是有意 不是有目的性的去欺骗的 嗯 呃 当中忏悔 另一个呢就是买卖房屋的时候 因为要有那个结婚证啊 那些证件嘛 我是没有的 我是无正习驾驶的 所以呢 要办理这些个 现在的这个这个房屋转让 房屋买卖 这些都是需要很多的呃 手续的嘛 呃 那个结婚证明是必须要的 没有是办不了的 房子也卖不了 但是我们 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 就是不惜呃 出钱去 呃 用中介 依靠中介来 把这些事情办理办理妥当 呃 呃 也是明明知道他们是用的什么手段 我我我心里也知道 呃 所以就很惭愧 经常是提门拐骗的 我我现在都知道 我这个人呢 不按规则走啊 后面带来很多的麻烦 就是呃 好在就是依靠佛菩萨 所以最终事情都办妥了 像前段时间孩子 搞那个入胆 他也需要呃 这个证明嘛 呃 就是 他的所在所居住地 我的所居住地 以及他父亲的 包括就是证明 你怎么证明这个孩子是你生的 呃 呃 首先要去办呢 就要 要那个结婚证啊 这些证件啊 啊 其实也 也无尽的感恩 就是在我生孩子的时候 人家 呃 有人就帮我们把孩子的那个出生证明 什么都给我们办好了 呃 我也知道要现在要办要办证明需要结婚证啊 但是我没有啊 没有就办不了嘛 那也就是说一定会影响到小孩入胆这一块 很多的问题都都都麻烦啊 嗯 嗯 我就天天拜地藏菩萨 拜地藏菩萨 拜地藏菩萨 拜后来 去办理的时候 在派出所啊 这些方面就是要出证明啊 什么的 呃 人家说你不用拿那么多证明 你就把小孩的那个出生证 呃 个福音件或者是拍个图 发到先生单位 呃 包括我们这边直接就拿那个来办就可以了 但是这里面又牵涉了很多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当时没有按照这个计划生育来来走的 因为是先有了孩子 然后就没有去办这个证明 如果去办的话 要他那边单位 就是要出证明的 要同意的 然后这么这么一搞啊 就是我们先怀孕了 先孕后后办的话就 会罚款啊 又比很大的费用 就是包括他单位那边有很多人签设里面都要去 都要接受那个罚款的当时的那个政策就是呢 所以就不去办了 就是隐瞒了这个事情隐瞒下来 一直隐瞒下来 那事实上是就是这个婚姻是事实婚姻但是没有去办 是因为如果当时去办的话 必须是我没有怀孕的情况下去办的 但是已经有了孩子就是已经怀孕了 嗯 再去单位办的话 他包括他那个科室 他下边的那一块 各个都要都要被扣多少钱 就是当时是一月明星 就是会引起一大块人的怨声了吧 就是被别人责怨呢 平白无故 大家都被你这个事情搞得各个都要罚款啊 所以就甚至还有一个就是会影响先生的工作嘛 就我们就为了这些事情就隐瞒了 其实一直隐瞒嘛 呃 所以到牵扯的后面 小孩办很多东西都要都都需要受很多的呃 精神上的折磨 然后我们是什么靠着佛菩萨 呃一点一点都都都都冲过去了 都突破了 而且是都很顺利达到目的了 但是这里面一个就是一个不按规则 就是我自己啊 我是我真的我我发现我不按规则走的话 不按规则去办事的话 在世间你哪怕是结婚呢 哪怕生孩子 你这些不按照政策 不按照政策来 就是自己想怎么样 我以前就是这生孩子是自己的事 干嘛要管又又又法律受法律的管制 没有想过这些的 我也不懂这些 呃 就是一个很乱七八糟的人 没有没有什么就是眼中没有王法的 所以现在我学佛法了 我心里还是没有佛法的 嘴上说的那么好听 其实心里在紧要关头 我发现是没有佛法的 是按照自己的这个习气走的 还有这种自私自利 嗯 这种自护的那种心态 按照自己这种 呃 以往的那个模式来走的 真正到了紧要关头 我根本就没有按佛法来 所以当众忏悔自己是一个不守规则 也是乱七八糟 呃 不安 没有佛法戒律 真的是 呃 学到这么久 都没有是好好的去持戒 呃 说天天唱歌一样的 唱得好听 自己自己做得非常非常差 呃 呃 因为我这些个妄语呃 呃 自己感到身心疲累 呃 困苦 而且也给周边的人带来很多的麻烦 呃 虽然别人都很乐意去帮助我们 但是我们是这不必要的 就在根本上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衍生来这么多的麻烦给别人 哎呀 那么多人为自己去解除烦忧啊 本来我学佛法 我是应该要去为别人解除忧愁的 结果啊 搞得一大堆人围着自己 呃 去赚 所以这是我拖累了佛菩萨 也拖累了身边的这一切 呃 善因缘点上的呃 点点滴滴 都是我自己的过错 所以我在此忏悔 再一个就是 我我的这个散乱性很严重 就是打到什么程度 如果我在这里听法的话 我坐着 我基本就是睡着的 呃 我的我手指不打字 不回信息 就基本是会是睡着的 那么 我没有打字 没有回信息的情况下 那我是怎么搞 我就手头就要弄点活 做 一边坐 一边听 就有时候会听到一句 两句了 呃 听到感兴趣的就马上放下来 呃 然后发个愿 或者是一边坐一边发愿 要不然我就呼呼大睡 睡到什么时候十点呢 再醒来 或者是录音播放完了 我才醒来 经常这样的 嗯 很惭愧 很惭愧 惭愧 愿我这些个 就是没有 呃 能够专注于耳来听法的这种 恶意恶惜 早日能够得以亲近 通过现在这种就是呃 过渡期啊 消磨过去 找找多一点的愿力 固化自己以后 真的就是能老老实实的 呃 听法就是异心听法 做事就是全心全意做事 一件事做得有始有终 佛法也是学的 有这个次第 哦 好好 我就说到这里 非常惭愧 污染大家的耳朵 唱嘴我的乐意恶心 好 我放卖 请下一位师兄上卖 好 与您同常规唱会 好 下面有请景景师兄 我们还有五分钟时间 嗯 嗯 与大家同常常会 其实大家说的这个 我都啊 造作了好多好多 像我就是不老实 我要唱会的是 特别的不老实 为了虚荣心 吹牛啊 吹嘘啊 欺骗大家 我记得有一回在跟同事 呃 一起我们好像是说到什么 什么数学题的问题 他们说现在的数学题 怎么样 难难难呢 诱元的小数学啊什么 你们把大人都搞梦了 后来我们就都是讨论讨论 最后 呃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惨愧 我有可能有谁都不想造作了 反正就是后面我就有自己吹牛啊 就欺骗大家 欺骗我的同事说 啊 我的数学很厉害啊 我数学 我高考数学考满分了 其实根本不是的 我现在想想真的是太无产无耻了 太羞愧了 然后还记得有以前在上海的时候 这个路边 然后逛街的时候 然后呃 因为自己脸上长多了嘛 好像有一个卖东西的女孩 后来就说 不知道怎么样就聊起来了 然后他问我是哪里毕业了 后来我想着 啊 他是一个 他 我自己其实很不好意思说出口 自己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因为 因为自己确实是 比较差劲 然后就 啊 然后想着他又是一个陌生人 自己 自己那种虚荣心啊 又又出来了 又又在那里 哎 没有什么 偏偏要去造作的什么 又偏偏要去写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写 偏偏要去写 就欺骗他说 啊 我是五大毕业了 然后当时他就说 哇 你是五大毕业了 然后我就后面就离开了 就是 就是好像就是为了满足那种虚无缥缈 去造作 去捏造一些 不存在的一些事实来抬高自己 而这种慢性虚荣心 真的是不老实 真的是深深沉沉为读境 还有就是原来在上海 原来上过 原来在那里打工的时候 有在那里租过房子的时候 然后当时那个房子是老房子 然后夏天洗澡的话 他那个洗澡的地方会渗水渗到楼下 然后当时夏天的时候 然后那个楼下的那个房主就找上门来 来敲门说 说我们那洗澡那块地方有在漏水 然后就是拜托我们不要 不要不要再使用水洗澡了 我当面就说的好好的 我说好好好 就是那种怕与人家起冲突嘛 当面就好好好 关上门马上我被 一关上门我马上就去用水洗澡了 我当时心里还是有一点 就是那种称慧心的想的 这么热的天意让我不洗澡 就觉得人家太过分了 但是自己呢又不肯当面跟人家讲 然后调头就马上就就就就去水洗澡 真的是欺骗人家 又造作这种恶业恶气 让别人因为人家漏水的话 对人家对人家的一个房子 是一个很大的损害 其实人家也是上门好业好语来讲 自己还这样还这样子造作 还有就是上班欺骗老板 就是有一会儿我们在 现在在武汉上班就前几年的时候 老板就是有一会的时候 就打电话星期六的时候 我正准备出门 已经出门在路上了准备回老家 然后老板就问说 啊什么甲方那个甲方有要修改的地方 就是希望我能够到公司去修改加班 然后我就骗老板说 我说我已经回了 我说我已经回家了 反正一直就是说我不在武汉 你找我也没用 其实我只是刚刚出门而已 还在路上 根本就是没有的事 就是为了这种自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想去加班 就是什么都是围绕着自己的那种 那种虚荣心啊 自己的利益啊 自己的那个方便啊 自己的那个懒惰懈怠 就就欺骗大家 还有就是相亲的时候 以前就是哎呀 迫于无奈 然后与家人 反正就是安排了很多很多的相亲 然后然后每次相亲回来 就是回来的时候 我就故意在家人面前 其实自己也是心里也是有嫌弃的 也不是故意的 就是就责霸对方 反正甚至常会自己这种心情 就不太能责骂对方 就是在故意就是说给家人听 一方面是有故意说给他们听 一方面也是自己确实内心 就是那种嫌弃人家 自己这种公告我慢的这种心 然后这种 就每次就说啊 他们呢是怎么的愚蠢啊 怎么种种不好啊 长得又不好啊 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什么什么都考虑不做全呢 然后说人家愚蠢啊 说人家蠢啊很傻啊 说人家很傻很傻 就用我们的方言说是少得很 然后说人家种种不好 说人家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说人家种种的挑撕 说人家长得又不好 然后又又很蠢 就是说了很多很多这种 辱骂别人的话 甚至还有一会的时候 自己对对对那个我的姑姑 说有一会我的姑姑 介绍一个相亲对象 后来我迫于无奈 反正也不是吧 也不是迫于无奈 是半退半就吧 因为他们家条件还要还可以 然后去他们家吃饭 回来之后的时候 反正有一会的时候 我就在电话里面我就对我的姑姑说 我说他走路的时候就都像 他上楼梯的时候 他走路上楼梯的时候 都像乌龟一样 我这种心啊 真的是身上的常怀 常怀之无尽的 就挑人家赤不说 连人家上楼梯走路 都要去说人家长得像乌龟 像乌龟一样 就自己这种心太那个 太无耻了 无产无耻也太小怪了 故意把人家身上破妆水 然后故意就是嫌弃对方 也不是故意吧 就自己的那种心 就是带着嫌弃心 就是遭受了太多的这种恶口业 恶心下列的心情 遭受太多太多来嫌弃对方 甚至有污蔑对方 然后就是破坏对方 两舌等等 就是无法言说啊 真的是 恶业恶习太深重了 然后就是 然后还有一回事 也是因为那个 相亲对象的事情 好像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什么 然后我就是我们 我这边就是想欺骗对方 然后就是 哦对 有 我具体思想不太记得了 好像是 就是欺骗对方 说我们这边 不愿意 哦是 对那个相亲对象 到我们家来上门过 就是 有 还有办救息 我不知道那个 算不算订婚 就是那个 那个时候真是被逼了 然后自己可能也是 半退半救吧 然后 然后一方面也是家里逼迫 一方面也是 半退半救 然后后来 上门的时候 母亲 最后看到她的时候 说 现在就觉得她 那个可能是不是 感觉她牙齿不太 好 就是不是觉得 她是不是可能 身体不太好 什么的 就 然后就说 怎么找了 一个这样的对象 反正就是 最后的时候 好像我们这边 我这边也是想拖 就是说 就欺骗对方说 我不在 我不记得 事情呢 全部经过了 有点 有点忘记了 可能有些地方 说的不对啊 反正 就是 就是 就是我们这边 我这边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就是我 就是我想了一个办法 我就说 欺骗对方 就是说 就是说让我姑姑 去跟那边说 说 说说某个父亲 什么不同意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说我们这边 因为没有跟父亲 知会一声 然后父亲很生气啊 什么什么的 其实就是说 想自己这边有 有悔意 然后就是想 想把 但是呢 又为了 又觉得好像不好 然后就把这过错 就推 推到我的父亲的头上 就去 污蔑我的父亲 说是因为他的原因 什么样怎么样 不同意 不怎么样 不同意 不肯 然后反正就是 这种造作的恶意 恶习 还在父母福田上造作 真的是声声成为成为 记不记 太无常无耻 一点羞耻性也没有 然后也没有常规性 然后种种的污蔑对方 然后又欺骗忘语 恶口两色 然后还还把污水啊 自己造作的恶意恶习呢 全部推到父母福田上 自己真的是声声的 常会唱会记不记 祈求祝福菩萨 慈悲原理 功能力威省力加持 愿我所有的这些唱会记得 素得清净 虽然今晚的记忆 永不再造恶意恶习 真的是声声 常会唱会记不记 常会唱会 默学放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也同惭愧 忏悔 就如是的 类似的 恶意恶元 恶果恶习 愿我们这些 都忏悔亲近 好 那今天的学习时间到了 那我们明天继续 好 谢谢大家 恭送各位 读读各位大德 谢谢大家